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真相系列 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 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 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 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 在20年后的今天 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节 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 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 为您找寻真相 帮您走出谎言 2001年1月23日 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 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 企图删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 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 2002年1月 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 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 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 《维火》 2003年11月8日 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 在纪录片领域享有圣誉 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 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 是中共江泽民集团 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在2002年3月5日 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 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 超过10万观众观看 随着消息的传开 观众越来越多 人们互相打电话 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 人们走到街上庆祝 禁令结束了 法轮功平反了 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 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 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 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 但江泽民听到之后 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 杀无赦 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 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 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 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 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 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 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至死 两人失踪 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 被非法判刑19年 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曾遭酷刑迫害 湖南张春秋又被非法判刑 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梁香娇被冤判3年 车平平在吉林女子监狱八间区遭受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 湖南省易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先生 2019年12月 被楼底市楼兴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 2020年6月 遭楼兴区法院非法庭审 被网判3年7个月 张春秋已经上诉到楼底市中级法院 张春秋今年57岁 是易阳市大通湖区合霸证人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张春秋多次因坚持信仰遭中共绑架 曾被非法判刑8年 又遭牢教迫害一年零九个月 张春秋曾被关押在易阳市第一看守所 湖南省第一积压中心 湖南金市监狱和湖南长沙新开牢教所 在关押期间被预警用跪刑、垫刑等酷刑折磨 据明慧网报道 武汉市菜店区56岁的法轮功学员梁香娇女士 2019年7月被几名警察绑架 非法抄家 后被关押在东西湖第一看守所 2020年10月 梁香娇在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遭到非法庭审 被网判3年 梁香娇是武汉市菜店区人 以前曾患风湿病、中耳炎、乳腺疾病 和妇科病等多种病症 2004年 梁香娇开始修炼法轮功 仅一个月后 她的各种疾病就不治而遇 以前她一桶水都提不动 修炼法轮功以后 什么家务都能干了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 梁香娇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却因此在2006年 被中共非法关押、劳教一年 2010年 梁香娇又被网判5年 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被强制带铐子 整夜不让睡觉 据明慧网报道 原吉林省体育学院教师 女法轮功学员车平平 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八间区 狱警搞强制转化 操控刑事犯政单 孙英杰和李金庙 随时找茬 折磨车平平 今年47岁的车平平女士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 曾经在吉林省长春市体育学院任教 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 深受师生喜爱 教学效果也非常突出 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车平平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 曾被中共关进戒毒所 洗脑班 拘留所等处遭受迫害 2014年 他被网判4年 在吉林省女子监狱 被四肢固定捆绑了半个月 并且被关禁闭 遭到野蛮灌尸等酷刑迫害 他的眼睛也被两次喷辣椒水 致使右眼视力模糊 视网膜脱落 原本体重130斤的车平平 那时被迫害到体重只剩下60斤 2018年1月 车平平因为向路人讲述法轮功 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被不明真相的路人举报 遭长春市东朝阳派出所警察宋建国绑架 被关押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 后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网判三年两个月 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 继续遭受迫害 吉林女子监狱八间区的监区长钱伟 每天都虐待车平平 用各种方法折磨她 据明慧网报道 2019年9月 广东省云福市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 被罗定市警察绑架 先后被关押在罗定刑居所 罗定看守所 云福市看守所遭受迫害 至今已一年多 今年44岁的沈雪梅女士 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 沈雪梅两次去北京和平请愿 在天安门广场 打出还大法清白的横幅 为此 沈雪梅曾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罚款2000元 之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多 在广东省副教所被强迫做奴工 受尽欺凌 侮辱 沈雪梅因为坚持信仰 被超期关押七个月之久 据明慧网报道 吉林省舒兰市女法轮功学员孙秀华 2020年7月 在广州照顾儿媳妇坐月子时 到广东和平县上陵镇派出所取户口本 被舒兰市国宝大队副队长张学涛 杨姓所长等人绑架 孙秀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 至今已三个多月 孙秀华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承办婚庆司宜工作 在当地很有名气 颇受当地民众欢迎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孙秀华夫妇只因为坚持信仰 按真善忍做好人 就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变得支离破碎 丈夫徐红宇身陷冤狱 孙秀华又被非法关押 2018年7月 徐红宇被国保大队队长董奇明 带领警察周立波、张兴斌、杨永诚等六人闯入家中绑架 非法抄家 抢走了家中私宜工作用的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 2019年5月 徐红宇被非法庭审 他当庭自我辩护时指出 法轮功能提升人的道德 净化人的心灵 趋病健身 他开始修炼法轮功 就是因为亲眼目睹重病的母亲 练功后重获健康 法轮功于国于民 有百利而无一害 信仰无罪 最后 徐红宇还是被诬判两年十个月 现在被关押在公主岭新生监狱遭受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 2020年6月 河南省鲁山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斯泰安 被马楼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 当时他一个人住在家 两天后 家人才得知他被绑架的消息 当家人去马楼派出所询问时 却被剥夺见面的权利 并被告知档案已经送到检察院 有批捕证 2020年10月 鲁山县法院在看守所内非法庭审斯泰安 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 庭审结束时没有当庭宣判 斯泰安老人因为修炼法轮功 曾经两次被非法拘留 据明慧网统计 迄今为止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 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 但是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征迁反迫害 法轮功学员美国俄勒冈州农夫市场传真相 2020年11月1日 日本广岛的法轮功学员 在广岛市中区和平公园附近举办征迁活动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 及中共的邪恶本质 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 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活动中 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 上面写着 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并准备了多种语言的资料 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如何被迫害 一位日本男士签名后说 自己以前经常去上海等地 有很多中国朋友 可是跟他们提起人权 香港等事情时 他们都从没听说过 这位日本男士详细询问了法轮功是什么 然后拿着资料 高兴地用中文说 加油 加油 另一位畜牧先生很了解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爽快地在征签表上签名 但对于因中共隐瞒疫情 而导致武汉肺炎扩散全球的真相 他却不是很了解 法轮功学员告诉他 武汉肺炎最早在武汉被发现时 中共首先是隐瞒疫情 把揭示武汉肺炎病毒会人传人的医生抓起来 在其他国家还不知道疫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 1月到2月 派人在欧美国家大量采购囤积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用品 并且听任500万人离开武汉 导致冠状病毒扩散全中国 蔓延全世界 序木先生听后表示 全世界都应该追责中共 并表示会把了解到的真相告诉身边的人 2020年10月下旬 在美国俄勒冈州比佛顿市农夫市场的出入口处 法轮功学员们手持 远离中共等于远离病毒的中英文横幅 向人们展示 俄勒冈州因为疫情的缘故 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 并且保持6英尺的距离 法轮功学员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向过往民众发放拒绝中共 解体中共的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 一位中年女士签字后说 中国共产党太邪恶了 怕隐瞒疫情造成全世界的大灾难 之后这位女士带走一张传单走进市场 大约半个小时后 当她从农夫市场出来时 问道 你们是法轮功吗 当听到肯定的回答时 她激动地说 我虽然对法轮功本身不很了解 但我完全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在美国 你们这么多年所做的 所承受的都太了不起了 也包括你们今天站在这里 很了不起 太谢谢你们了 一位亚裔老年妇女用中文问法轮功学员 这个病毒是人工制造的 还是自然生成的呢 法轮功学员回答说 如何生成的我不知道 媒体有各种说法 但是 不管怎样 疫情出现了 绝不能隐瞒疫情 中共隐瞒疫情 结果造成全世界的大灾难 死了那么多人 中共要负全责 它的做法是非常邪恶的 这位女士听后非常赞同 说自己早年从香港移民美国 以前看到香港回归中国很高兴 但现在对中共失望了 临走前 他也在征签板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征签活动中 有很多人对法轮功学员们说 感谢你们做这么好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竖起大拇指 鼓励法轮功学员们继续坚持下去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3亿6680万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 节选 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23期 前不久 一份上海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 这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195万名党员的 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 以及通讯方式 总字数超过1亿3000万 据报道 这是一份机密文件 就在这份文件被泄露出来的4天前 媒体刚刚报道了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 去美国旅行的消息 这份党员登记名册 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轻易得到的 只有中共体制内人员 才能接触到这类机密文件 从这份密件被系统曝光 可以看出 中共内部早已经有人期望 这个独裁溃烂的体制 早点推出历史舞台 据了解 在上海百万党员的信息 遭到泄露后 中共高层大为光火 勒令下级官员 要加强党员信息的机密保护 即便是党员信息现在不公开 但是未来呢 中共这条破船 究竟还能撑多长时间呢 今年9月份 一位来自广州的退休老人 被美国海关遣返 原因就在于他的党员身份 同一个月 一对夫妇申请美国绿卡时 也被拒签 他们虽然已经长时间不缴党费了 但移民官员表示 必须要有主动退党的声明才行 被动退党不算数 10月份 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学者 因曾经隐瞒过自己的党员身份 在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被拒 10月2号 美国移民局明确重申 拒绝中共党员移民和入境 意识激起千层浪 谷歌上关于退党的搜索量暴增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称 仅10月3号到5号这三天 在该中心网站上 以真名办例退党证书的人数 就增加了几十倍 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 有人说 只要在填表时 不写自己是中共党员就行 然而 如果申请签证或入籍的人 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籍 一经举报和发现 很可能会在被取消签证 吊销绿卡后 直接被遣返 从现在的情况看 举报中共党员的行动 已经从中共内部开始了 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台了 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呢 到那时 隐瞒党员身份的人 将因不诚实而面对道德的拷问 并面临相关的法律追责 现在自由世界对中共 已经形成围堵之势 于20世纪80年代 里根呼吁解体苏联时相比 声势更大 当时的国际资讯机构 没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将解体 但是就如天降神迹一般 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 苏联共产党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 各界有识之事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现在中共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事 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是好的菲律宾 越南都表示 非常愿意看到国际正义力量 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建 可见中共已经是强倒众人推了 真实的信息像空气 人们渴望得到真相 就如我们渴望新鲜的空气 当大陆官媒把足球名将郝海东 称作H先生严厉谴责时 国内的民众一片茫然 H是谁 他做了什么 郝海东说 我们俩在内地网上信息全部遭删除 连百度都无法搜到 可见他们心虚 人们在追问 真相在哪里 有网友说 破网非常重要 有很多想看外面世界的人 苦于没有办法 为了隐瞒敏感话题和真相 从1998年开始 中共花数十亿美元 打造了防火长城 金盾 绿坝等网络防火墙 一切为了监控 洗脑和维稳 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19年度网络自由报告 中国连续四年排在最后 中共的网络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 突破网络封锁 您能看到海外的第一大中文媒体 新唐人大纪元 您能访问中共最害怕的明慧网 您能自由使用谷歌 灰色 脸书 香港版纵中200万人游行的满汉 您可以听到 武汉封城前后的真相 您可以找到 足球名将郝海东 让中共心虚的惊人之举 您可以看到 突破封锁 让自己与世界相连 世界正在聚焦 中国病毒学家 延万博士 报中共满意真相 真相是希望 真相是路标 当灾难来临 真相能助您找到逃生的方向 当您遭受青海等危险 您可爆料 让世界知道 为了每个善良的人 不再恐惧 孤单 无数正义的推墙之手 再为您撑起一片蓝天 为2020祈福 祝您平安 身心静化 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 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好 我是元成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沐浴在佛恩中的九寻老翁 故事的主人公秦爷爷 已经九十多岁了 吃苦受累了大半辈子 晚年有幸得遇佛法 从此沐浴在佛恩浩荡中 伴随他而来的 是一连串的神奇事情 让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惊叹不已 那么他给我们带来了 什么惊叹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秦爷爷出生在东北乡下 家里只有两间房子 没有地 父母过世得早 只有哥哥照顾他 说家没儿子 就把他过继给了叔叔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他就自然地少说话 多干活 苦和穷跟了他大半辈子 他从来没敢有什么奢望 秦爷爷二十岁结婚 哥问他要点啥 他说就喜欢头上戴的小帽 结果他哥也没给他买 结婚刚半年 赶上征兵 秦爷爷就随着部队到了海口 一干就是八年 转业到地方后 一个人上班哑活老婆孩子 一家七口 虽说挣钱也不少 但是一平均 年年是局里困难补助户 要说秦爷爷还有点瘾呢 就是抽口烟 啥也没有的时候 他就把纸搅碎了 当烟叶子抽 秦爷爷这辈子没交下一个朋友 也没得罪一个人 大伙还都挺愿意跟他在一起的 秦爷爷一辈子能吃苦 尽吃亏 从来不和人计较 也不抱怨 在家里 在班上 跟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 都这样 不争不斗 不说三道四 不说长论短的 在哪儿都是出了名的好人 就说一次所里分大米 一车大米拉来了 大家卸车往里扛 谁都是说说笑笑 连扛着带唠着 秦爷爷就连跑带颠的 一趟一趟地扛 大伙都说 这一车大米你扛了一半 秦爷爷心里想 那有啥 多干点活呗 秦爷爷六十岁离休了 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 经济条件也好了 按理说该享清福了吧 可是六十岁到七十岁 这十年是秦爷爷最难过的 上半辈子的辛劳苦累 全找上来了 身体的毛病 一样一样地多起来 肝 肺 胃 气管都有病 他大儿子是学医的 在医大上班 看病倒是方便了 药也没少吃 就是没效果 遭那个罪呀 让秦爷爷觉得生不如死 秦爷爷七十岁那年 也就是九七年 乡下的亲戚知道他身体不好 就让他老伴烧回来一本法轮功的书 转法轮 秦爷爷连着看了几天 觉得全说到他心里去了 心里那个舒服呀 他就到人民广场 找到法轮功练功点学练功 这一练功 一举胳膊 热热的能量流就往身上灌 一练暴轮 他就定住了 觉得空空的啥都没有 马上就进入了修炼状态 练了半个月 秦爷爷的变化太大了 身体的病一扫而光 满脸的雀斑都美了 粉白粉白的 跟婴儿的皮肤差不多 大家这个羡慕啊 秦爷爷原来就能吃苦吃亏 无怨无恨 但就是脾气暴躁 沾火就着 他就在这方面下功夫注意修 如今修炼二十一年了 秦爷爷就发过一回火 秦爷爷认为 这个法大呀 真 善 忍 同修 做不到忍 真和善也修不出来呀 秦爷爷的这些变化 大家都看见了 特别是家里不修炼的人 都感到大法的威力真大 都能使人换了一个人似的 秦爷爷也坚持得好 二十一年 学法练功没落下过 大法师父讲的好多法 他还能背下来 但是秦爷爷年龄大了 又是因为有病才得法修炼的 特别是多年疾病的折磨 那个阴影不太好去 前年入秋 天一冷下来 秦爷爷就开始咳嗽 一天他大儿子来了 看他这样咳嗽 加上修炼前怀疑过是肺癌 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 儿子是当医生的 秦爷爷就顺着儿子去了医院 一化验 肺部有炎症 住院打针吧 打了几天针 一拍片检查 肺里又出现了一个大洞 没见好 反而加重了 再治吧 结果又弄出个传染病 得转到传染病院隔离治疗 这时候秦爷爷腿脚都不灵活了 越治越重 眼看就剩几天过年了 咋办 秦爷爷的女儿也修大法 就跟秦爷爷商量回家过年 有女儿照顾他 家人同意了 回家后 儿子扔下一大包药 嘱咐按时吃药 大家就各自忙去了 过年了 秦爷爷是唯一的老辈了 一大家子 年年在秦爷爷这儿过年 可热闹了 可是在传染期 大儿子在亲属中宣布隔离令 那就谁都不能来了 秦爷爷家是个大家族 四代同堂 好几十口人 这回都到儿子家过年去了 儿女们各家条件都很好 买了一包包 一箱箱的年货 放到秦爷爷家的门口 打个电话 连门都不敢进 没人来 秦爷爷倒是清静了 他就和女儿俩静心学法 练功 切磋 秦爷爷回想 得法都二十一年了 原来那么多的病没吃药 没打针 没住院都好了 这回住院了 吃药了 针也打了 什么先进的设备都检查了 却越制越大法 严正没消下去 还制出个大洞来 最后弄成传染病了 搞得谁都不敢接近了 咋回事呢 这不明摆着吗 秦爷爷心里想 我修炼了 师父把我的病都去掉了 修炼人怎么能有病呢 我这不是心里担心有病 自己求来的吗 我都九十多岁的人了 不修炼 命早没了 哪有今天的我 命都是大法给的 还有啥放不下的 啥也不想了 一切交给师父了 生死就听师父的了 秦爷爷这心一横 病状几天就过去了 儿子过来问他吃药没有 秦爷爷就告诉他 一片药也没吃 把那个大药包拿出来给儿子看 儿子当时就生气了 直接就冲他姐姐去了 说有什么后果找姐姐算账 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几天后 儿子要带秦爷爷到医院去复查 去就去吧 秦爷爷心里有数 结果一检查 炎症也消失了 洞也没了 一切正常 秦爷爷说 儿子就信那时症科学 还给自己打圆场 说是误诊了 嘴硬不服啊 可心里嘀咕着呢 这事在家族中可是一大轰动 太神奇了 谁都感到不可思议 但在事实面前又不能不承认 法轮功太神了 要说那神奇的事啊 在秦爷爷身上有的是 就说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吧 女儿两次被非法劳教 警察气势汹汹地到他家抄家 搜完了女儿的房间 又到秦爷爷这屋里来 屋里小柜子里放了百十来本 《九瓶共产党》 整整齐齐落着 是法轮功学员刚给他送来的 用了一块布蒙着 警察进屋 打开小柜门看了一眼 就关上了 也没掀开布 女儿被关在劳教所里 说是不转化地不让和家属见面 秦爷爷不管那个 每个月两次他都去 那狱警挺蛮横的 对家属态度都不好 可见到秦爷爷 他就横不起来 还笑嘻嘻地说 不转化地不让见 老爷子 也就是你吧 所以秦爷爷每次都能见着女儿 修炼法轮大法给了秦爷爷一个好身体 他就想 我得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人 所以秦爷爷讲法轮功真相 是走到哪儿 讲到哪儿 坦坦荡荡的 就他的人生经历 修大法身心受益的实力 谁都愿意听 都信 他是活见正马 秦爷爷背个兜子到各个楼里发真相资料 哪儿都去 现在高楼里得用牌 楼层都受限制 他就背着资料爬楼梯 一气上到十八层 也不累 从上往下发 九十多岁的人身轻体健 腿脚利索 一天买菜回来 秦爷爷在楼下和邻居们闹起来 嗓门大 女儿在六楼听得一清二楚 等他一进屋 女儿就跟他嚷嚷说 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吗 一点都不理智 秦爷爷知道他是怕物业的听道 其实 秦爷爷住的小区 谁都知道他练法轮功 都知道练了法轮功 才使他九十多岁的人这么健朗 腿脚快 走路生风 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不差年轻人 皮肤白里透红 跟小孩似的 没有老年般 也很少皱纹 一头白发都变黑了 眼神好 记忆力不差 思维反应都挺快 说话也不卡壳 就是左耳有点背 九十多岁的人了 是法轮大法 使秦爷爷返老还童 秦爷爷的老战友 老同事 跟他这个岁数的没有谁了 还有一个两个的 也是并卧在床上 亲戚朋友 街坊邻居 都知道秦爷爷现在的状况 都知道是修大法得到的 大伙说 你看这老爷子 总是乐呵呵的 秦爷爷说 那咋不乐呢 我得大法了 大法好啊 我都捡回来好几条命了 活到九十多岁了 越活越年轻 谁给的 是李洪志师傅给的 是法轮大法给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原成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来稿 二期班学员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 我和师父是二十年前认识的 有几年的同事缘分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受了点外伤 手臂一直疼 有个同事告诉我说 师父厉害 会气功 能调病 就带着我找师父 办公室里 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滑了了几下 也没什么感觉 疼痛就减轻了 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 知道师父懂气功 能发功 也从那时起 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 师父高高的个子 常穿着半心不旧的灰色运动服 在单位里平平常常 不显山 不露水 和大家一样 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 也不落后 单位里练节目 师父把森锦的战友都请来了 成立个大乐队 把下面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列 到下面所处单位演 师父功力很高 但从来不表现得奇奇怪怪 显示自己 我会这个 我会那个 单位里只有少部分人 知道师父能调病 谁有病 找到师父 就给调整调整 有个同事手麻 师父给他调整 手没挨上 他说就像针扎的一样 师父告诉我说 他病太多 得把他的身体化成块 一块一块的治 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 迫害之后 邪党给师父造谣 虽说大家对佛法修炼不明白 但都肯定 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 我当时身体不好 肥结核 心脏病 胃病 关节炎 头疼等 为了好病 我开始练气功 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 师父总是那么平和 说话很和气 练气功 首先得打开劳宫穴 才能那气 发气 把身体经络打开 师父在我手上 劳宫穴位置 撵了一下 说 就开这么大吧 开大了呢 没有好处 这样就行了 你练三年也练不开 这回练吧 我告诉师父 我儿子也练气功 说有时间 也给我儿子开一下 师父答应了 二七班时 做周天法 师父走到我儿子跟前 拿起他的手 瞅瞅 用手指点住劳宫穴 一拧 我儿子说像绿豆粒似的 手心凉 他是最不敏感的 师父给开穴还体会到 挺激动 练气功 很多人开了天幕 师父在我眉毛上 横着滑了一下 又从脑瓜顶上 竖着滑到鼻梁处这 我就看到这边有亮点 师父教我练天幕 瞅着山根部位 我练一阵就不练了 师父说不练 那就没有办法了 师父没传法前 给我讲了一件事 上泰国看妹妹时 有一位老板请师父 给她调整治病 当时屋里坐了不少人 有个人来请师父 直接奔着胡子很长 年纪大了人去了 长胡子那人告诉说 不是我 是这位年轻人 他一看师父这么年轻 就怀疑 能有功力吗 结果师父给病人 调整好了 那天到师父办公室 看师父在写稿 说以后要出书 那是九一年年底 师父做卡片 入门证 为半班传法 做准备工作 师父常到气功协会 去办事 有些人开了天幕的 这个看这个 那个看那个 师父伸出手来 问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 一个老太太不吱声 她却看见了 说师父手里 托着佛呢 师父跟我说 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想 佛在师父手里托着 师父一定比 一般的佛都高 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 原来我就知道 修佛修道的事 佛道本来就在人这修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平时师父办公室 鸦雀无声 别人没有话 能量在制约一切 师父告诉我 整个这个楼都受益 都有好处 但他们体会不出来 那些年练气功 虽说有感觉 但提高的也不大 师父说 气中归是气 没有制约作用 那时也不懂的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师父也没说 你别练那些了 练我这个吧 有一次师父看我 本来身体都练开了 怎么又关上了 我就想让师父 帮我再打开 师父说 得需要挺长时间 这样吧 你参加我办的班吧 不收你钱 于是我参加了 师父办的第二期 法轮功学习班 1992年5月25日晚上6点 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 办了二期班 当时能有两百多人 二期班的学员坐在前面 台阶上面有一期班的学员 联听课带练功 参加班的老年妇女占多数 大多数都是为了去病的 有练别的气功的 好多都是佛教居士 师父讲课两个小时 先讲一个多小时法 然后再教功 讲到关键的地方 大家听不懂了 师父就往黑板上写写字 因为整个气功形式 都是讲去病健身 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 讲法的 讲身了 大家也接受不了 进门时工作人员 给美人一个小本 是师父用铅笔画的 练功动作图 练功动作前面 介绍功力功法 比中国法轮功 讲得还浅 在班上 师父给大家下气机 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 师父告诉大家 有下的 有没下的 有下的多 有下的少 我坐在后面 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情况 问师父给我下了没有 师父说 咋没给你下呢 还下的最多呢 半班时 师父讲 我把你们的原神 给调整大了 调到五六岁 小孩那么大 没有危险 不然有可能 被别的东西给吃了 现在没事了 师父还告诉大家 遇到不好的东西了 拿法轮打他 有一天 没讲课之前 有个学员的身上 有不好的东西 表现不正常 大家围在那 我们单位一个同事 拿着一瓶水 师父喝了口水 扑的往他前身一喷 都是雾 我就在跟前 雾也喷到我身上 然后师父在他身上 啪啪地给清理 以前听说过 拿水喷雾调病 有人也上庙里去问过 老和尚说 得把水存放一百天 才能喷出雾来 说拿过水就喷出雾来 办不到 一件事一件事 让你看到师父的功力 真不一般 那天在操场上 做完法轮周天法 往回走时 师父跟我说 你看见我打手势没有 我说没注意啊 师父说 从上面来那么多佛 要下来帮着我照顾照顾 我给他们打手势 说不用 告诉他们 我自己能照顾过来 我明白师父做这件事 是有佛帮着的 我有头疼病 没事就睡觉 听课时一边听 一边睡觉 师父说 别看你们睡觉 你们的原神都可精神了 都扒着头在那听 师父讲要清理大脑 使我们处于麻醉状态 不然受不了 那时对怎么修炼 还不是很清楚 我儿子听了就是感觉好 也说不出来怎么好 听完课时 师父走到他跟前 他跟师父说 师父讲得真好 师父表情非常平静 九天讲课 第十天答疑 学员提问 师父解答 问一个 又是佛教的 再问一个 哎 又是佛教的 当年的佛教徒有很多 就是从这儿开始 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 二七班办完后 师父对我说 讲课这屋里下了契机 四脚都下上了 现在契机的红光 还在往外冒 有功能的都能看见了 再过多长时间 还能看得见 我问师父能不能收回来 师父说 不收回来 就放在这儿了 师父从北京回来 讲到手摸到哪儿 哪儿都有能量 说留着有好处 这些问题后来 在各地想法班上 师父都讲了 之后师父骑着自行车 那是最老式的 很破旧的自行车 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 给整个长春市清场 下契机 师父告诉我 长春市都下上了 在哪儿练功都没问题 从那以后 我放弃了其他起功 真正练法轮功了 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 不到半年 原来的病就都好了 8月9号 那是个星期天 师父在长空俱乐部 办了一场代工报告 为大家调病 不收钱 义务的 亲朋好友的 谁有病都可以去 我是全家 一个不辣的都去了 那天师父到场后 就让一个用担架 排着的病人 抬到讲台上 也没动什么手 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 让他站起来 让他走了一圈 又在台上跑了几圈 就这几分钟的功夫 一个摊着的人就好了 全场那个激动啊 我女儿当时天幕开着 她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 台下对面有个大佛 对着师父 外面还有大佛 比楼还高的佛 师父讲了一会儿课 接着打出宫来 给大家调病 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 我们全家的身体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我家族中祖辈就供一堂仙 原来我特别招那些不好的东西 睡觉时 黄鼠狼都能把我鼻子 咬出两个牙印 咬出血 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脏病 老家那儿有只狐狸 长个鸡脚 他把鸡脚往地上一扭 大家都闹心 我家最重 我上师父家把这事说了 想让师父帮着处理一下 师父答应了 后来听妹妹说 一只老雕追那只狐狸 狐狸被碾得跑到三妹家锅台后 被老雕给叼着飞走了 师父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族人的心脏病就都好了 后来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炼大法了 我练了几年气功 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 没什么长进 渐渐地知道了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不一样 要童话宇宙特性 真善忍 要重心性修炼 要求练功人有极刚的德 欲正其心 先成其一 以后师父在长春讲法我都去 听几天 听不全 有一阵总觉得有个东西往眼皮上跳 绕着两只眼睛转圈 再爬到鼻子尖上 钻到鼻子眼这搭了着 我问师父这是什么 师父仔细地瞅了瞅 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 不错 练出条小龙来了 练法轮功半年多 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出生命体来了 师父高兴 我也高兴 可他在我身体里四处窜 疼不是疼 痒不是痒的 真正走进修炼 大家各种状态都有 就去问师父 师父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 这些生命在更高层次中也有 他一般不是修上去的 他是在那个自然环境中产生的 在高层次修炼的人 身体产生的龙等生命体当然是你的 也就随你的圆满而去高层了 师父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能说清楚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 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 推个车子 刚走到中间 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它夹在中间 眼看就要撞上了 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 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 在那一瞬间 车就停住了 没有出现问题 这件事说的就是我 那是94年5月 长春七七班散场 我最后从明放工出来 走到吉林大学正门 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 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 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 东西两边两辆轿车 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 就要撞上了 车一下就停住了 我也没害怕 改走慢行道 回头看看 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 还在那看着我呢 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 95年初 转法轮出版了 一看书才明白 那次是取命来了 师父保护了我 我还了一次命债 93年以后 师父全国各地四处传返 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 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 95年师父到国外传法 再见到师父就不容易了 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 在地质宫见见学员 跟我儿子说 告诉给你爸带个好 跟大家说一会儿话 师父又说 给你爸带个好 说了三遍 师父还惦记着我 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更惦记和师父 又禁远的亲朋好友 十几年了 我很惦记师父 打听师父的一切消息 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 盼着师父早一天回来 这次的一诗恩就到这里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被中共恶党 选拳 选择紧跟江市流氓集团 逐渣为虐的人 下场是可悲的 河北清楼满足自治县土门子乡恶党书记董守明 任土门子乡乡长后被提拔为邪党书记 任职期间积极参与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 多次组织参与非法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 2008年1月7日 他在秦清公路自驾轿车 于正在行驶的一辆拉木头的车追尾 轿车当场起火烧毁 人也被烧死 待救援人员到场后 只能从车牌号入手查找线索 目击者说 尸体只剩下一小堆残骸 只能用铁锹铲进棺材里 真是惨不忍睹 死时只有39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恶人长江海 自99年720以来 在担任正宝科科长期间 追随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 曾多次殴打法轮功学员 连续殴打法轮功学员任捧53个小时 他利用各种卑鄙手段 勒索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数万元 被其送往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数十名 2008年1月8日左右 恶人长江海在愚人打麻将时 突发脑梗死亡 王涛 顺义检察院起诉处处长 30岁左右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起诉多名法轮大法弟子 2004年开车去北京 在京城高速公路上 撞到隔离铁柱上车毁人亡 隔离铁栏插入头部 四项惨不忍睹 在开追悼会时无法整容 只能将一朵花盖在头部 年纪轻轻 成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牺牲品 太多的恶报势力使我们目不暇接 播报这些恶报的例子 不是因为仇恨 更不是幸灾乐祸 我们衷心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善恶有报的道理 企恶扬善 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 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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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